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不一定立地成佛 但是你放下屠刀 你有成佛的机会 所以老子曾经说过 圣中如实 你谨慎的到最后 就像你开始一样 圣中如实 就是告诉我们弟子 你把刚刚开始的一切 看作这是人生的一个基础 你一直可以延续到你的最后 所以人有决心 有金刚心 有菩提心 都是看你始终如一 这就是老子曾说的 圣中如实 谨慎的像开始一样 师父举个例子 比方说一个人到公司 从职员做到经理 一直把自己当成原来的职员一样 这个经理最后一定成功 因为他保持了原来的风格和态度 他保持了自己过去做 普通职员的本色 即使他现在坐着 最重要的CEO的位置 因为他的心中拥有了这些平凡的基础 他就懂得了前因后果 他不会因为我暂时现在的成功CEO 就得意和满足 冲昏了自己的头脑 这就是师父跟大家讲 不忘初心啊 你才能放得始终啊 你一个人活着 你不管到什么位置 你要始终保持开始的那个心 等待你的就是成功啊 所以因为你不自满不骄傲 你觉得很平凡 你就是圣中如始 则无败事 没有一件事情会失败的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这个菩萨教导我们的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的基本原理之一啊 跟大家呢 讲一个故事 这故事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在辟语经里面记载的 师父会跟大家解释 这故事听完了 不长 但是呢 很有意义 说以前有一个屠夫 这是沙阳的屠夫 他呢就向阿舍世王祈求 他就说呢 大王 如果有节会之计 就是比方说有过节啦 有开什么大的会啦 当中啊 有要宰杀的 旁生羊啊牛啊 请大王让我来宰杀 他跟大王讲 这国王感到很奇怪啊 问道 诶 屠宰的事一般人 都是不愿意做的 为什么你却愿意做 这个屠宰的事啊 屠夫答道 啊国王 往事我是一个 以屠羊为生的穷人 我以屠羊的果报死后 我生于四天王天 天寿静后 我转生到了人间 我又做了屠羊工作 又撒羊了啦 人间命中之后 又转生于 涛利天 这样 我往来 天上人间 已经有六次了 因为我屠羊的功德 我一次在六玉天 享受了 无尽的快乐 所以我现在还愿意当屠夫 你们一定会有问题了吧 好 接下来要看看 佛陀是怎么回答他的 因为他说 他有一世杀羊 然后他生于四天王天 就是天界 然后他受尽 转生到人间 他又撒羊 撒了羊之后 他命中又转生到 涛利天 哇 这个人撒羊都能到天界 所以他自己觉得 他撒羊有功德 六上六下了 无尽快乐 所以他还愿意这么做 那国王就说了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因缘呢 那屠夫就答道 我有宿命通 那有宿命通 后来国王呢 对这件事情呢 耿耿于怀 他一定要去 询问此事 去找到佛陀 佛陀就告诉他 他确实有宿命通 往昔他直遇过 一位辟知佛 当时他对辟知佛 产生了欢喜心 自心地观 我们仰视其手 复查其足 就是佛陀告诉他了 这个人呢 的确他能看到他的过去 但是他过去曾经碰到一个辟知佛 他对这个佛产生了欢喜心 实际上就是恭敬礼拜 实际上产生欢喜心的意思 就是我拜这个佛了 就是拜他为师了 自心地观就是说 跟着他很好的学 然后呢 仰视其手 就是很崇拜 仰视就是看佛在上 很崇拜 然后呢 复查其足 就是恭敬礼拜 头低下来 对着辟知佛 就是像看到脚一样 因为这个功德 他辗转于六欲天 六欲天 从天界下生人间 还了知了宿命 就从天界投到人间了 他居然还有宿命同了 但是这一生结束之后呢 佛陀讲了 但是他这一生结束之后 他就会堕落地狱 感受涂阳之坠 从地狱出来 还要转生到阳中常报 就是最后一生 他会变成阳了 而且他先要到地狱受报 由于他的宿命通有限 大家听了啊 佛陀讲的 由于他的宿命通有限 他只能看到 往昔转六欲天的事情 不知道更早以前 他遇到辟知佛的事情 所以他误以为 土宰沙阳是升天的阴 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 师父来举个例子告诉你们 举个例子告诉你们 就是说他过去 他拜佛拜师 他学佛的那段经历 太早很早以前 他看不见了 因为宿命通啊 他有长有短的 就像我们很多人有能力 有能量 有大有小的 他只能看到什么呢 往昔转六欲天的事情 他看不到 他曾经遇到辟知佛 学佛的事情 他只看到了 他在天上又到人间 到了人间沙阳 又回天上 大家听懂了吗 实际上就是 他的福报还没有报完了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 他不知道因 佛陀就这么说了 所以像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以一般的神通 去了解因果 我们只能一知半解 所以我们甚至可能 比完全不了解 因果的人更可怕 所以很多人 不了解因果 一知半解 很多人说 哎呀你是 哎呀我曾经看见 你有一世啊 是天上的菩萨 你就以为你是菩萨了 你功高瓦慢啊 你都不知道 你多少世之前是菩萨 你可能已经 多少世的轮回 你现在 要看看你自己 现在 这就是一知半解 所以比完全不了解 因果的人更可怕 因为你知道了 你的一点点的因果 就像这个屠夫一样 他了知的因果规律 完全是错乱的 他以为杀羊 就可以到天上 他杀羊 可以往生天界 那么许多的屠夫 岂不比修行 善法的人 更容易得到 快乐上天啊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他没有看到 他之前自己 种的善因 那师父举个 人间的例子 给大家听听 这个人在公司里边 一个大公司里边 集团公司里边 顶层工作 结果呢 叫他到 一个单位里去做事情 他犯了罪了 在这个单位里 没做好事 结果呢 还是在单位里边呢 给他一个领导的岗位 或者给他一个 小老板的岗位 那很多人就说了 他为什么 他犯了错 他为什么 还是领导啊 你不知道 他过去的果位啊 他是大集团公司 里边的总经理啊 所以他就是 到了你的小的工厂里边 他就是受报 他还是比你 那些没有修的人 还是高啊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一般人是无法看到 因果全面的 最多只能看到 其中的某一个片段 比如事件有人说 不孝顺的人会遭到 天打雷劈 那么很多不孝顺的人 到现在 雷也没劈他 天也没打他 那你就觉得 他是孝顺的吗 因为被雷劈的有吗 有啊 天打雷劈的人是有啊 但是很多人呢 他抽筋 他生癌症 他生了很多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怪的癌症 是治不好的 他拉下去的报应 不就是跟天打雷劈 一样吗 那你不能片面的说 因为不孝顺 就是天打雷劈啊 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 因果你知道的 只是一个片段 我们要时刻懂得 我们有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求神问谱 问未来的事情 问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做 你如果问到了这个人的 这个地位 或者他的通灵的程度 有限 那他就告诉你 他看到的某一个部分 你就信以为真了 对不对啊 你就信以为真了 你就将这有限的局限性 奉为真理 最后他自己也被坑了 你也被坑了 这就是今天这个故事 他自己因为有宿命通 他看到他的过去 他以为杀羊就能上天 你说他是不是愚昧啊 他没有看到他的过去 他曾经在佛的脚下 所以佛陀在这个故事当中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学佛人 不要随便相信 一般人妄言的因果 你不要随便相信 我们自己也不要去断绝因果 也不要去 这个肯定是 这个肯定不是 不要这样 你这样做会怎么样 你那样做会怎么样 你太过武断 就是师父刚刚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啊 你不笑成天打雷劈 你真的劈死的 有几个啊 那很多人对自己 父母亲很不好 杀父杀母呢 这种忤逆大罪呢 他很多人就是直接死亡 被车压死了 或者车祸了 那你不能偏便地说 就等着他 天打雷劈啊 所以有神通之人 我们也不能完全地 这个 清言因果 不能随随便便去讲因果 所以很多人知道自己一点过去 随巴里啊 随便讲讲啊 开开玩笑 这个不可以的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很多普通人就更应该注意 要当心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学博人 就是应该知因懂果 好好的守戒 你懂得自己的过去 你更要拥有自己的未来的修行 你因为知道的因果 你更要知因懂果 更要为因为果 要害怕 你才不能走错路啊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行 一定要知道因果 丝毫不爽 我们的业障就犹如鲨鱼一样 整天地咬住我们 你游泳的时候 你逃都逃不掉 所以不去造因 不会受到果 所以希望大家 该放的就要放下 在人间 越是不能放下的 你就越容易失去 记住 越想抓住的 你消失的越快 越想拥有的 经常不是属于你的 越想把握住的 经常已经失去了 你想把握住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不是你做的 越是看重的 你越得不到 你们想想在单位里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我就想做这个科长 做这个处长 你拼命地跟上面讲 我想做 我想做 最后就是不给你 越是在乎的 在人间的事情 有时候越是抓不住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 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不对 有心再花花不开 人生总以为满足 无休止的欲望 那是对的 实际上不能永远地 无休止地去 有欲望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追寻着患得患失 一会儿 没有了痛哭流涕 一会儿有了 我又开心得不得了 这叫患得患失 只有懂得放下 才能把握当下 所以 师父希望你们 与其抱怨黑暗 不如点燃 自己心中的明灯 去照亮黑暗 所以做人不要急躁 不要发牢骚 不要自己动不动 就不能忍辱 不能精进 这样你的智慧 会远离你而去 一定要让自己的心 静下来 你才能听到 每一个心在动 所以把自己的心管好 把自己的念管好 你就清静无为 你就慢慢地脱离人间的烦恼 这样的修心 才叫精进修行啊 好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